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说白化佛法 学佛就是要解脱 因为我们人在一生当中 到了中年就可以开始回忆 回忆自己的一生 年轻的时候了 人经常会想 我们为什么人生会失去这么多 年轻的时候拥有的怎么到 现在都没了 包括朋友了 包括一些家了 我们到人间究竟来是为什么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 我们难道到了人间就是为了跟 其他的人一样在走一个生活的程序吗 就是这么走完了路 自己都不知道来干什么的 等到我们走完了程序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原来在这个人间 应该学佛呀 应该懂得我们接下去往哪里走啊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因为在人间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要学佛 首先你没有这个缘分 因为你整天关注着自己的小家 你忘记了你还有个会命的家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会命 你的肉体是一个家 但是你的智慧又拥有了你另外一个家 而这个智慧的家 会让你一生摆脱你的烦恼和痛苦的 所以很多人一生在这个社会上 他痛苦万分 他就是没有找到一个智慧的家 所以很多人在肉体上拥有了房子 汽车 拥有了自己豪华的住宅啊 和一些朋友 但是这些都是如过眼云烟 很快就会没有了 没有人会想到 我应该为我的未来 我到底准备到哪里去 我要为我自己的未来做一些准备 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为什么在我的中年时代 就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因为你找不到另外的一个生命 那就是慧命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摆脱痛苦 摆脱烦恼 拥有自己的慧命 我们人很可怜 很多人刚刚学佛 刚刚找到一个自己的家 但是又因为自己的无名 造成了自己很多的不好的毛病 然后自己又懈怠 找到了佛法 慢慢的又丢失了佛法 因为在学佛当中 烦恼他客出不了 他不能克制自己的忍耐 他不能忘记别人 跟他累世的冤结 他不能原谅别人 不能包容别人 他每天活在痛苦和烦恼当中 他的慧命又被他失去了 所以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社会外环境 整天是你争我斗 整天是朋友和朋友的忌妒 和烦恼当中度过 所以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而远离了自己的慧命 所以学佛的人师父告诉大家 就是要懂得给你人生 带来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那就是你的身体呀 你的身体一会儿好 身体一会儿不好 你的身体一会儿痛了 一会儿不痛了 你的人生用你的肉体需要享受 需要享受那些看不见的 很快失去的那些荣华富贵 当你有一天 知道自己得到晚期病症的时候 这一切又像云一样的飘散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轮回当中 不停地在走着自己的命 我们放不下 所以我们摆脱不了 所以当很多人查出来 自己有严重的疾病的时候 他会带着一生的遗憾 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他拥有的仅仅是肉身 他没有留下自己毁命 所以师父叫大家要学习 佛法就是教导我们 怎么样来解脱你人生的烦恼 佛法里面有最伟大的 一个叫四圣地 就是告诉你们 有一个真谛你知道吗 在这个人间 你只要掌握了这个真谛 你知道了这个世界 怎么样的运作 你就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 你就能懂得怎么样走出人生的低谷 所以师父今天给你们简单地讲一讲 四圣地 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佛教的道理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四圣地 我们基本的理论 佛法的基本的理论就是四地法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谛 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要怎么样懂得 师父以后会找更多的时间 跟大家讲的详细点 今天呢 因为我还要跟大家讲很多的佛法的经文 所以我会稍微简单的 把重要的告诉大家 首先告诉大家 四圣地的地什么意思 地就是绝对的真理 就是真地 就是真理 没有别人可以驳斥的 那么四地是什么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 苦地 吉地 灭地 道地 从佛法上来讲 就是苦吉灭道 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永远的真理呢 因为就是告诉大家 人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人生你不理解 它也是你要经历的一个真理 比方说苦地 大家想一想 人的苦 就是生老病死 谁都躲不过 你今天再有钱 你再有名 再有利 你这个人也摆脱不了 生老病死 谁都躲不过 这是个真地吧 你说有钱人不死吗 对不对 你说身体再好的人 他不死吗 所以不管怎么样 要懂得 这个是佛法告诉我们 苦的 因为死的时候会很苦 老了 想做什么都做不动了 那么生出来很苦的 一个孩子生出来 想吃什么 不能吃 没牙齿 冷啊热啊 他又不能讲话 会哭 老了 你看看人多苦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首先 苦 第一个 就是真理 因为谁都躲不过 生老病死 那么第二个 讲的是极地 极地就是 极苦难的 因 你为什么会有苦难呢 因为一切众生 从五十节以来 所有的众生 他们都有贪嗔痴的烦恼 就是你上辈子的贪嗔痴 延续到你下辈子的贪嗔痴 因为极地 它是聚集了二十五有苦果之因的 这个二十五有是什么 就是告诉你们 有着二十五种生死 轮回的生命的形象 就是六道啦 有没有啊 很多人都是从六道当中过来的嘛 有地狱啦 恶鬼啦 畜生 阿修罗 人道 天道 那么这是二十五当中应有的六道 那么千界里边呢 也拥有了包含玉界天的六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然后呢 涵盖的初果 二果 三果的圣者 实际上 菩萨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要你们懂得 把它归纳起来 一共有二十五种 所以叫二十五有 也就是说 你再怎么转 你也转不出去 它是个真谛 因为生死轮回 就是在这里边轮来轮去 所以菩萨就是告诉我们 苦 菩萨就是因为有这个二十五的苦果的轮回 所以造成你的贪嗔痴 累世越积越多 这些苦难才会招感你三界生死的苦果 就是告诉你们 这个急就是急苦难的因啊 为什么你们会苦啊 你们自己要找到原因的呀 所以有些宗教谈到原罪论 就是人生出来就有罪了 所以我们佛法界讲 就是苦疾灭道 疾就是我们原来前世带来的那些因果 今世继续要接受他的果报和回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上辈子没报完 这辈子继续报 那么第三个就是灭地 灭地是什么 也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人也好 物品也好 在这个世界上 它总归会有结束的一天 终有一天会灭 有生就有灭 你讲的不是太好听一点 这地方着火了 它总归会灭掉的 你这个人再会打电话 喜欢讲很长很长的话 你记住了 你再怎么讲 他总归会有挂电话的时候 他跟你讲一个小时 他也总归会挂电话的时候 那么人生也是 你生出来 你身体再好 你觉得你活得很好 你也有走的这一天的 我们买的房子再好 时间住的长了 你能几百年住下去吗 你终有一天要灭度吧 所以灭 实际上灭地 就是菩萨告诉我们的涅槃 所以很多人以为 涅槃就是没了 死了 实际上涅槃是一种解脱 当你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 当你知道人不会死了 你就解脱了 所以这个灭地是属于生死相续的 因为佛教里面不称谓 人死了 人死了就灭灭了 因为人死了 完全知道自己以后到哪里去 不会真正的死 所以他会再投胎 或者他会到天道 或者到地府 所以这个生死相续 就是灭地 就是让人知道 这个世界的真谛 就是你迷惑也好 你明白也好 最后迷惑了也会结束 你有智慧的聪明 不管你得到了什么 最后都会灭度 所以必须叫我们懂得 这个世界既然终有一天会结束 你的苦难 或者结束你的快乐 那你为什么不能早点开悟 来远离你这个人间的烦恼 远离生死之苦呢 这就是第三个苦极灭 那么还有一个道子 道地 道地就是当你找到了这条路 我们开车 如果迷失方向了 不知道往哪里开了 当你找到了这条路之后 哦终于找了 我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哎呀这条路可以回家了 哎呀这条大路 我只要一直开就可以了 当你找到了这条道路的时候 你就找到了真谛 因为你会一直勇往直前 因为你会解脱直到完全的 明白这个人生的道理 就是涅槃境界的正道 你明白了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无非就是苦极灭道 这就是佛教 让我们懂得的高深的理论 让我们知道 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最后都是生死无常 最后终归会有生老病死 一切都会灭度 所以在人间 叫你们不要去跟别人争 不要去跟别人抢 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 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 就是灭地 这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学会 在这个社会上 把自己的心要放平 把心态要放低一点 不要什么都去争 不要少看自己的优点 多看别人的优点 让自己的傲慢心 慢慢地变得谦虚和恭敬 你去看 任何一个人恭敬别人 别人一定会恭敬你 当你对所有的人 都很恭敬的时候 你所处的环境 自然你会感觉到 非常的融洽 而这个融洽怎么来的 是你自己创造的 所以对别人的善 会引来别人对你的善 对别人的嫉妒 称恨 会引来别人对你的嫉妒和称恨 所以人与人之间 很多的矛盾 师父告诉你们 都是从你自己这里开始 你不能明白 这个世界对你来讲 不是很长的时间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很快地就过完了 我们少年的时候 青年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一切如梦幻泡影 所以师父让你们懂得 永远不要傲慢 因为谁都一样 离不开苦极灭道 要总觉得 自己比别人高明的话 你觉得你自己比别人 更有见识 懂得更多 那你慢慢地 在你的生活当中 矛盾就会逐渐地升起 所以家庭的矛盾怎么来的 就是不能放低自己 跟自己妻子 跟自己先生 为什么会有矛盾 就是不能放低自己 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这个就是傲慢性 还有的人学博 没学好 整天是在抱怨当中 养成习惯 总是说别人不好 抱怨别人 那么你的心灵 就像上了一把枷锁 你没有一刻可以解脱的 因为当锁 上在你的心灵当中 你根本没有办法 来解脱自己的内心世界 你会承受着痛苦和烦恼 所以我们真正地要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叫幸福 幸福 师父告诉你们 就是不是收获的多 而是抱怨的少 你抱怨越少 你的人生越幸福 你天天抱怨 天天烦恼 你的生活 你的命运 一定不会幸福 所以学博学到后来 人不要对别人太可可 遇事不要抱怨 学博之后 要懂得驾驭自己的情绪和心态 我知道我今天情绪不好 要学会驾驭他 你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因为我们人 在这个世界上 经常会听别人讲 哦 佛法界讲的 人生无常啊 是没有长久的 你一听 人生无常的 哎呦 这没意思啊 心中会常常散过 一丝丝的凄凉 哎呀 什么东西都不能长久啊 多难受啊 你好像觉得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它终归就会变坏了 一切努力 都没有意思 你努力到最后 它也会变掉 那么然后呢 就觉得 死了之后 一无所有 我的生命没有价值了 你就会痛苦了 于是你的心灵当中 就没有重点 没有重心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在人间 想做什么 你日子就这么一天 过一天 漫无目标 有些人听到无常 佛法讲无常 他又抱着另外一个心态 既然 凡事都无常的 没有长久 那我赶快 欢乐 及时行乐 天天去啊 酒色财气 贪嗔痴啊 然后呢 财色明十世纪当中 在五欲当中啊 然后 借那种虚妄的欢乐 来迷惑自己 来填补自己内心的 空虚和不安 然而 当欢乐过后 给自己带来的是 更加的痛苦 和空虚 及寂寞不安 就像一个人烦恼的时候 喝点酒一样 他可以暂时的 解脱自己的烦恼 但是 过一会儿 他又会烦恼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 烦人 如果你是一个 不学博的人 烦人 你就知道片面的 这个无常世界 哎呀 没劲啊 反正是无常的 所以很多人 对无常啊 他理解不对 你既然无常是生命的 真相 你懂得了 这个世界一切都无常的 你对无常 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 你就不会对生命 寄予正确的 期望 所以你就会在你的心中 与别人的现实 接触当中 用理想主义 和别人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举个简单的例子 别人说我要努力 努力什么啊 无常的 以后也没有了 其实你这种 就是在自我心里 创造了一种 无尽的烦恼的障碍 所以现实和理想 就会有落差 你就会慢慢觉得生命 哎呀 为什么生我出来这么苦 所以很多孩子经常想 为什么爸爸妈妈生我出来 让我吃苦 你就不会对生命 有正常的认识 你就不会懂得 什么叫圆满的生命的开始